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小兰斯的祝福》 唱诈的歌声 《小兰斯的祝福》 《小兰斯的祝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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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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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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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性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你一样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给你觉得你又来自行佛法圆满 我给你觉得我已经被人盼了 我给你觉得我会让你被人盼了 我给你觉得我为人盼了 我给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想上师的 我给你觉得我只是为人盼了 我给你把人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利益他总而修自己的心 那么这个也分两个方面 众所布施和别所布施自己的身体 首先我们讲众所布施 也分两个方面 所布施的这种事物和 布施的原因 就这样布施的合理性 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 威力有请故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要发殊胜的菩提心 之前呢 必须要修积累资粮 通过这个气质公 来进掌集资 然后呢 就必须要施 也就是说 施是我们自己 特别执着的三种事物 自己的身体 所用三世所作的三根 这三种呢 这三种呢 对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说是比较执着的 但是我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一定要舍弃这些 也就是说 威力有请故 我们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 最执着的身体 以及自己在有成之念当中 自己所积累的饭物 金银财宝等等 就是财物受用 以及未来过去 现在所造的这些善根 一定要布施 那么布施的目标 也就是说 布施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 获得真实的利益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布施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应该是以没有明舍性 没有贪心 没有傲慢性 再加上也不求任何报应 不求来世的果报 而涉及不起的一切事物 为了断除我们 我和我所持的 一切的执着 所以为了利益众生 目的是这样的 一方面就是 断除自相续当中的我知 一方面就是为了 利益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一定要放弃这些 执着的根本的三种法 就一定要布施给众生 如果这样呢 在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积累广大的资粮 可以 wegwer ICH都成为了 理论的盐 里面 不是这样的 好吃的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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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第二个 为什么要我们舍弃这三者的原因 就是他的合理性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舍弃一切善根财产身体 这是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非常合理的 怎么合理呢 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凡是我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全部舍弃 全部舍弃的话 我就心里很舒服了 没有了 比如说我执着的财产 身体 这些都是全部我已经早就给给众生了 这样的话以后遇到一些违缘 遇到一些痛苦 我就不会伤心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东西 早就已经给给众生了 放弃了以后脱离了这种痛苦 身体也好 不管是你的这种受用 全部这样放弃了 而且我们的心依靠这样的布施 依靠这样的舍弃以后 才能可以获得涅槃的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心 所谓凡夫人的心对外境特别的执着 对内在的事物 也是相当的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一直是不能取掉的 如果我们通过大乘的对治方法来进行修炼 最后对外面的万物也不执着 里面的一切事物也没有执着 逐渐逐渐 心的本体已经开始自然显露 也就是说 心的这种自然光明的本性 自然而然显现 这就是所谓的涅槃 所以我们要放弃 一方面是自己脱离痛苦 有这个必要 再加上获得涅槃 这是一个原因 我需要你才会追求凡夫人的脱离痛苦 也不一定会追求你 这个原因 我需要让对中国人的脱离症 就不可以追求这次遇受过 因为我们现在在脱离 来hehe 说 根本就会做不容易 然后我们不用新提到了 我能干得新续 ako能有的 也不是除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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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舍弃 一定要值得舍弃 因此在龙猛菩萨也是这样说的 菩萨舍一切 如果舍一切的话 这个功德就像等空虚空节一样的 无性无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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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的是别墅布施身体分两个方面 就是愿自己的身体而不舍 还有回向成为利他之因 就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 一个是无条件的 也不舍 还有发愿成为利他之因 第一个 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 随便已经布施给所有的友情了 那么你们这些工分 认你们的这种心 就随便 只要你们欢喜的话 很常殴打 或者蛮骂 或者杀害等等 就是你们的事情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 西天菩萨在《学集论》当中也已经讲了 讲 为了的称呼 现在也是我们经常要修炼自己的身体 不是给众生 所以平时我们 不管是你在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平时在自己行动当中 自己心里面经常要想 我把自己的身体应该给给众生了 我把自己的所用应该给给众生了 就是首先你亲自把自己的身体 都是还不能给 但是心里面一直这样想 逐渐逐渐对自己身体的执着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我从此以后变成了众生的卢婆 我从此以后变成众生的 不是我自己的 已经发了这个愿 如果我发了这个愿 只要是众生获得高兴 那不管怎么样 我都无所谓的 只要众生欢喜 我都可以的 我想我很多人想给你 我想我很多人想给你 但我很多人想给你 最后能说你 那我都可以给你 感谢大家 如果你会来 IF我会来 我开始 朗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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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以后的话 那么人们对我的身体怎么样 形容 或者是侵辱 疾风 挖苦 诽谤等等的 怎么样做的话都无所谓的 我把自己的身体已经布施给你们了 那么我现在有何必要去执着他 有何必要去哀歇他呢 甚至内心当中这样发的话 那么我们身体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布施给众生的话 只要众生起欢喜心的话 那么众生怎么样犀弄我的身体 有些人故意把我的身体抬来抬去 或者是弄来弄去 怎么样都无所谓 我们如果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不管是有理由 没有理由 别人怎么样说我的话 我就随着他 因为我早已已经舍弃了自己的身体 突然心疼我有一种 有没有理由 他人生在这边 你们有所谓的 可思议 以来 谁这么开心 那边 人在深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所有的这些 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对受用也好 矛盾 痛苦地产生的来源 就是执著 所以我们修行大乘法门的时候 一定要断除自相续当中的一些执著 你对哪一个事物比较贪执的话 一定要放弃这个 以前罗牧菩萨的上师 沙拉哈巴他也是说了 对芝麻虚的执著 带来无量的痛苦 以前《五个光尊哉》和华智仁波切都讲了 执著越大 痛苦越多 作为一个大多数的修行人来讲 是对自己的修行 利他的一些心 应该是比较执著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执著很强的话 那么这个相关专门当中也是有说明的 这个是不会障碍任何修行 应该是 虽然他是一个执著 但是成佛之前这个是不能设计的 是所有的执著当中 我们利他的执著 对佛呼菩萨的 信心的执著是最好的 但所有的执著当中 嗔恨性的执著 贪心的执著 那这些是最低劣的 最最不好的 对 ドン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里一切无害业 临生净受 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不成为他人暂时和究竟有害的事情 我的身体已经顺便布施给你们了 那么你们怎么样做 怎么样享用 都是无所谓的 《学集论》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因为我们这里一直着重地强调 要布施身体 而《学集论》里面 还有包括我们《中观四百论》当中 也已经强调 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说保护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说舍弃自己的身体 难道这两个是不会矛盾吗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回答 这个不会有矛盾的 为什么呢 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 就是我自己没有贪执 对众生有利的情况下 我把身体 欣然布施给一切众生 然后如果对众生 也是没有利益的 让自己对修法方面 暂时像工具一般的用得上 那么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吃药 经常保养自己身体的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众生 我修行佛法 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一个就是 以他的角度来讲 故事给众生 一个就是说 自己虽然保护他 但是目的就是 为了修行佛法 应该用两个侧面来 进行解释的话 不会有矛盾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回去冗生 想务进行销 �回来 什么 为了? 好 这把车 红弃 整个大事 就抓住什么 众生 我们 想务 小 言 你 这是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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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